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今天也想说一下 这里的测试 这次测试的成绩不是十分理想 这次测试是第十课讲金属的提取 先看看第一题 第一题是有个学生想从铁的矿石提取铁的金属 我们一说到金属的提取 之前测试也提供了一个口诀给大家 就是吴三贵 吴三贵相信是一个历史人物 大家可以看看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是哪个位置 吴三贵就是说头五个 吴 甲立丐美女从一个金属活性序里面 那五贵就是用一个电解 之后那三贵就是雨、炭、共热 可以吗? 然后就是贵金属 贵金属就直接加热 这个也不太多说了 先看看 其实这个题目中 最主要的同学 都是回到没有什么去记忆 有些的条件 有些的专有名词 例如 A这里 他就说 怎样叫你写出 主要含有氧化铁三的铁矿石的名称 这个呢 其实如果你看回答案 书里面也有说 就是一个赤铁矿来的 那我先说回B1那里 B1那里 我都说了 就是说 把铁矿石 就是那个赤铁矿 和炭一起加热 第二那里 大家都做得 都没那么理想 这些同学们 竟然可以记得 都不错了 就是说 那个 叫你写回他的化学式 很多同学的答案 都是说 既然是雨、炭、共热 换句话 就是说 应该就是氧化铁三 和炭加热 但是如果你看回本书里面的答案 其实呢 它是进行了一连串的反应 到最后 这个大家要记住了 就是 记清记错 就是氧化铁 它不是直接同碳 因为碳在里面加热的时候 会製造很多一氧化碳 它和一氧化碳做一个反应 那一氧化碳 是会将氧化铁里面的氧化 拿走了 它变成二氧化碳 你可以这样去记忆 然后呢 铁就变回 就是氧化铁三 就变回了铁这样的 行不行 这里下面就是一个 平衡了的方程式 这个原因 大家也是要留意的 说到另外一面 大家同学 都是混淆得很多很多 就是铁和氧化铁三 结构图的名词 铁和氧化铁三 虽然它叫你分别写出 其实一看到 那个分别 换句话说 起码都应该是暗示了一件事 未必是一样的 其实铁就是一个金属 而氧化铁三 其实是一个离子化合物 结构名称 就应该是巨型的金属结构 以及巨型的离子结构 当然 下面说回它们融融的状态的时候 它们不是一样的 既然不是一样的话 在这里说 铁呢 如果你拿起结构来看 就是说 能够在融融状态下 去导电 而氧化铁三 就是说 它们的离子 就可以自由流动 那么完全